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0月4号星期五 美国CIA要利用中国人民对习近平统治的不满 要加大招募中国间谍 不开玩笑 星期三10月2号 美国CIA启动了新的网上招募行动 在X就是前推特脸书 Instagram Telegram 领英和暗网账户上 用普通话波斯语和韩语 发布了如何安全联系中情局的说明 据说是要招募什么中国伊朗和朝鲜的间谍 中英级的副局长戴文科恩在接受彭博社参访时 他说据我们所知 中国有很多人都能够获取信息 并且人们对习近平的政权统治日益感到不满 他们从根本上不喜欢习近平代理国家的方向 而这些人明白通过与美国CIA合作 他们可以帮助自己的国家 不知道要干什么 跟米莱一样把国家都卖给外资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 反正两边都挺可笑的 你看中国这边说的话也特别可笑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 指控美国对中国发动有组织 有系统的虚假宣传运动 他表示任何试图离间 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削弱中国人民 与共产党紧密联系的企图都注定会失败 两边都挺有意思的 不管怎么知道 美国媒体报导 他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 在美国情报界被称为硬目标 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 不知道为什么都特别难以渗透 铁板一块 不太容易进去 最后能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吗 其实说实话我也持怀疑态度 在这里也是呼吁 广泛有志青年赶紧连续 中国在海外 就是说恨国党里边 反对恨国党里还是很多的 我相信这些人都是非常愿意 如果再 不要说不给钱 3A可能给些人还能给点钱 如果3A再给点钱的话 他们都非常愿意去做 但他有个问题 就是说愿意去做的这些人 给3A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你通过这种方式 你是能招募一帮走线客 我估计走线客里你都不能全招募 因为中国的走线客 前两天还有小伙伴给我发了一个 他们拿手机拍走线客的视频 走线客他们不来了吗 在中南美洲 往这边可能历经几个月 拔川涉水 然后主要有难民营 在那先暂时住一下歇歇脚 然后接着走 然后在难民营里 中国走线客 在这聊天 都是中国人聊天 说你看着 等我到了美国 我挣了钱 我一分钱都不在美国花 我把这钱全都寄回中国去 知道吗 不能让美国人得到一分钱的好处 就中国的难民 再来美国的难民营里 还在说这话 你说 就走线客里你能够多招募吗 我看都够呛 所以呢 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招募一些人 但是真正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间谍 我想应该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招募的 你通过这种方式 你能招募 想能穿导方子 这种吧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你还是得有一些更行之有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这个 谁啊 这大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他说 对 他说你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 在宣传 就是宣传说人民行动 就是习近平不满 我们应该再来想 像这是一个宣传行动 这个 还有一点呢 就认为我个人也觉得啊 就觉得CIA有点什么 就Desperate 就有点绝望了 有点就是 好像就是怎么也从见不了 说这个当年啊 在中国见过一个网络 后来呢 被这不知道为什么 被谁出卖什么的 说二十几个人都被这个处决了 从那之后呢 就再也建立不起来呢 这个CIA在中国呢 就相对来讲就是 级别高一点了 这种高级别的 这种这个 间谍组织的 主要也是中国吧 他这个 这几年生活也好一点了 生活好一点之后呢 的确是不容易 昨天还有个小伙伴给我发了一个东西呢 我给你念念啊 一个小伙伴给我发了 他说你说 你说现在就是说 这个美国来中国招见谍 这两天不是说招见谍吗 说 他说他们在这个哪儿 就在知乎上聊天 说啊 我九岁的女儿向往美国 说长大了要入美籍 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我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去看待呢 知道吧 他自己已经移民美国了 他女儿还这么说啊 对吧 然后下面呢 就是反正有一些人呢 就说了一些话 但是 反正你了解啊 这个里边就是说 这个 这个就是说挑起这聊天的人 她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 我女儿就特别想往美国 长大了 要入一个美籍啊 然后下面说 他说说句实话啊 现在一零后 就是你 九岁吧 一零后的话 一零后也十几岁了 对不对 一零后大的 但是要小的 他说一零后啊 如果还能崇洋没外的话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作为父母呢 实在混得太太惨了 然后呢 把这种惨 归咎于国家和社会 并且告诉孩子 外国都好 只要去了外面 就能成为更好的人 他说我呀 是浙江的 我同事朋友的小孩 真的就从小 啥啥都不缺 他们睁眼看到的 就是强大的中国 过的就是富足的生活 出国过的也不少 我真没见过哪个小孩说 一定想成为外国人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还有人评论 这是 我给你念三个评论啊 这是第一个 再说第二个啊 第二个他说 他说我儿子啊 平时刷短视频 都是什么 这个 这个英国打打抢 法国奥运会群魔乱舞 美国满大街在枪击 非洲吃不上饭 中东在打仗 他说呢 他天天就觉得 中国是全世界最好 最安全的国家 天天坐在家里吃西瓜 吹空桃 看别人水深火热啊 他说他说那些 某些阴阳怪气的 你也不用来跟我抬杠啊 他说我住180平米 而且我还没有贷款 贷款还清了 我也不是什么既得利益者 我就是打工人一个啊 这是第二个评论 他说第三个 他说呢 不用什么富裕地区 就现在啊 就普通的城市居民 00后都是正常三观了 成长阶段 只会有学习压力 生活压力都体会不到 所以你现在还能够带着 这种崇拜的 这种目光看国外的 在这个 10后 00后呢不好找 就是反正 你就明白这意思 所以他就为什么说 你现在 你以前呢 是在文革后 文革后有很多这个什么 你比较容易招募 我现在在年轻人里面 嗯 有点不太好弄 他毕竟呢 还是还是那句话 他是个物质崇拜论 而且呢 你就包括现在中国人生 中国人生现在来了美国之后 就特别喜欢 一定要留下的 也不多 也也不多了 所以呢 就是 是吧 我想他要是 就是这个间谍 中国的间谍之后好找的话呢 估计也就不出此下策了 是吧 嗯 那么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